他们发现怎么导战数量不增反减 于是猜测YouTube可能受到政府的打压 而这篇文章说明到 11月10号YouTube会做按钮的更新 但这篇文章 是在拜登上任两个约后所发布的 相信会点进来看影片的你 应该已经知道 YouTube的导战数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但如果你是影片创作者 其实还是可以透过YouTube后台 来看到有多少要按导战 而之所以会隐藏这个功能 YouTube团队表示 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消除骚扰与仇恨 让这个平台可以更具包容性 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11月11号 YouTube官方发布了一支影片 你可以从他们发布的影片中看到 大家对此次的不满 而除了这支影片外 大家也把不满转移到2018年 YouTube官方释出的影片上 这也成为了YouTube史上 导战数最高的影片 首先要说 今天就算导战功能被取消 观众也一定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对影片的不满 而在留言区的评论 也成为了唯一表达对影片不满的方式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影片创作者 辛辛苦苦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才创作出一支满意的影片 却被恶意导战 或是恶意批评 会有怎么样的心情 虽然说 虚心接受批评是一种学习 但网路上其实充滞着很多 所谓的键盘魔人 或导战帮 你应该也常常会看到 明明内容非常好的影片 却有被恶意导战 或恶意批评的情形 除了YouTube外 Google评论也是如此 也因为这样 导致了很多YouTuber 因为长期被恶意批评 在无形之中得了忧郁症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消化这种负面情绪 也许恶意批评导致忧郁症 你可能比较能理解 但因为导战数而产生忧郁症的创作者 应该也只是少数 不信你看 而不得不说 导战这个功能确实非常好 也只有YouTube这个平台可以按导战 因为战数比例 常常影响到我们决定是否观看这部影片 例如我今天搜寻剪辑教学的影片 但影片内容可能有30分钟这么长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先观看战数比例 如果到战数太高 可能就不会观看影片 因为这很可能也说明着 影片的内容可能会浪费你30分钟 要知道 YouTub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影片搜索平台 不免会跟很多企业合作 你可以在YouTube的官方频道上 看到很多商业合作 或是募款合作 假如你今天是企业家 画了大笔钞票跟YouTube合作 结果影片的战数比例差非常多 那你还会肯继续跟他们合作吗 而如果可以影二扬善 我相信大部分的企业 都是会很高兴的 在这里可能会想说 YouTube后台不是可以关闭战数显示吗 直接关掉显示 不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吗 但如果关掉显示 其实会影响到演算法和曝光度 一直以来 战数和评论 往往是提升影片曝光的一个方式 而除了牵扯到企业庞大的商业力以外 另外还有一种猜测 也就是政治迫害 美国总统拜登 于1月20号宣布就职后 进行了首次白宫媒体简报会 简报的影片 发布在白宫的官方YouTube上 当其他媒体用户检查影片的时候 他们发现 怎么导战数量不增反减 于是猜测YouTube可能受到政府的打压 而这篇文章说明到 11月10号 YouTube会做按钮的更新 但这篇文章 是在拜登上任两个月后所发布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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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